美国的国父的继承者们对他国搞民主也不支持 大家知道在中国把皇帝拉下马的是谁 谁 谁说的 好 孙中山 对了 孙中山先生到美国 他的助手黄兴 在美国那样一个被称作民主的国家里闹革命回国 但是他也只不过就在华人当中活动推翻帝制 他希望得到美国人的支持 那个时候正好袁世凯在闹帝制 黄河没了 北伐了 共和了 袁世凯窃国了 袁世凯自己要当皇帝 你美国的民主理念应当怎么样 毫不疑问支持孙大夫啊 最少让孙大夫回来给袁世凯 针灸 扎了一份 但是美国人当时做了表示 你驱逐孙中山 驱逐孙一仙 黄兴 第二 陈叔的理由是 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政 第三 袁世凯称帝的一个背后的主谋 就是美国人 这是历史的真实 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 比民主比共和 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 我刚才画的这条线 大家切切不要忘了 今天的世界 啊 邓彪说 那个时候的世界 是有国界的 关于这件事呢 还是美国总统 罗斯福先生讲的好 罗斯福先生对那些呢 独裁的政权 世界上一些独裁的政权 但是呢 美国又跟他们勾结在一起 有人呢 有幼稚的政治家 和民众代表 比方是女记者 吴小林那样的女记者 提问 说那怎么理解这种事情呢 大家记得吴小丽采访这个 朱镕基吧 朱镕基老包公一样 在台上 那么思议 但是吴小丽一提问 朱镕基的脸就张开了 34个表情机 全部都舒展开了 吴小丽说 那朱总理 我就特别想问一问 朱总理 您的这心路历程 多严肃 您说这两会刚开完 问心路历程 朱镕基就笑了 美国总统 罗斯福先生 也有呢 像朱镕基一样坐在那 要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罗斯福在回答 关于为什么那样一些 专制的小国 我们美国要支持他 给枪给炮给人的时候 罗斯福先生 用了个比喻说 我们知道他们是狗 但是那是咱们的狗 我们的狗 我们会养的狗 国家之间只有利益 没有其他 学校 这话谁说的 这句话是名言 要记住 学不学政治学 当不当政治家 都要记住 这是法国已故的伟大总统 戴高乐将军 他说的话 国家之间只有利益 没有其他 而最高的原则 就是服从于 法国人民的利益 听从法国人民 利益的召唤 所以1964年 美国要把欧洲 弄成一块 然后对付苏联 戴高乐就跑到中国来 跟中国 干嘛 建立外交关系 那个时候中国呢 原子弹 马上就 多大的勇气 马上今天这个小 小的萨克奇 好 这位先生 原来一马萨克奇 你就能动静 好 我讲讲 原版的民主在哪里 讲了讲 美国是不是民主建国 又讲了讲 美国国父们 是怎么骂民主 怎么怕民主 和怎么防民主的 我希望这些观点 同学们都用心去想 把它记住 然后你们现在就琢磨着 一会互动的时候 怎么反复我 是吧 接下来我跟各位讲讲 在民主 民主的问题上 一些主要的 官房的 一些主要的观点 有人认为 民主体现了正义 而这种正义 主要靠选举来体现 就是投票 南方周末 有评论员叫烟烈筛 他的文章标题叫 相信选票的力量 选票本身没有错 选票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 也没有错 但是当我们把民主和选票 几乎等同起来的时候 分不出大小个数的时候 这个选举的正义 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有些种族清洗 是建立在投票基础之上的 为了更多的展开观点 事实我就灭去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当年世界上最有名的法西斯上台 是投票的结果 是万众欢呼 哈利亦特尼 因为西特尔的承诺带着你们走向光明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最早理解民主 带来人类文明的 古希腊的伟大的责任 虽然是长得寒碜一点的 斯科拉底先生 就是民主投票 以危害青年思想为由 而被绞死 所以投票这种具体的技术手段和形式本身 不等同于选举正义 有人说 民主科学 科学民主 五四两大遗产 民主就必须科学 科学就必须民主 只有科学才能民主 只有民主才能科学 凡这样讲话的人 我们都应该尊重 因为有五四情节 就不容易 五四发展于我们北京大学 我们北京大学的前辈先贤们 又来了三个从政 这次不会制造响动了吗 但是 民主和科学呀 这两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两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 也不能用一个东西 去替代另外一个东西 科学 我们举一个牛顿的例子 请问 民主是否一定导致科学 拿牛顿来说 牛顿大科学家 牛顿体系建立之后 那个时代的科学家 都悲哀的叹息说 因为牛顿的存在 我们今后的科学 无非是 做些修修补补的功夫 未来的科学 没什么做的了 因为牛顿的体系建立起来 那还得了 牛顿 牛顿很牛 牛顿真牛 用小沈阳的话 赵本山的话说 牛顿可以牛 但是 请问 牛顿之牛 与民主有什么关联吗 与民主有什么关系吗 牛顿的牛 是投票 是投票投出来的吗 恰恰相反 无数的人都认为 罗顿没什么了不得的 小人张狂而已 但是就是如此张狂之小人 解慎的 猶疑的 反复的叩问 建立起来的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 告诉我们 这个知识具有确定性 这个话筒在这 如果我们要不给它一个作用力 它会怎么样 静止状态啊 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之下 外力作用之前 物体 导致静止会因素直线运动状态呢 我们上初中我们就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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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外力 对 没有外力 也对 还有更重要的是 因为有地球引力 地球引力是什么东西 是万有引力的一个力证 但是在牛顿之前 有多少人懂这个 用民主的方式 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吗 真的 那再说爱因斯坦 牛顿固然很牛 但是爱因斯坦比他更牛 为什么呀 因为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 牛顿在长底范围 长石范围之内 在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 牛顿没有办法 突破的一个停颈障碍 当物体的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的时候 因为爱因斯坦 那个地方光速呢 是宇宙的极限速度 是个常数 当物体的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的时候 牛顿不牛了 牛顿可以说 这个可以牛 但爱因斯坦说 这个真不能牛 因为 因为 因为有一等于 MC的平方 出现了 就这样一个简洁的 如此少的数量关系的等式 一个化时代开始了 爱因斯坦诞生了 据说到今天 连司马南在内都不懂 这什么意思 谁懂谁说 但是 后来的观测 后来的一系列的实验证明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 奠定了我们20世纪的量子力学的基础 我们今天21世纪的科学 建立在这个之上 不断就有人报道说 爱因斯坦理论被突破了 这个宇宙的极限速度不是光速 等等等等 我是完全相信 爱因斯坦理论还要被修正 这正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的规律 可以证伪 如果有一个理论 根本就永远不会出错 那个理论跟科学没关 今天我们讲 今天我们不讲文化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讲这个问题 有时间的话 到海面安排时间 我们专门讲科学精神问题 咱们理解这类东西 这个科学精神这个坎啊 这个观能不能爬上去 直接决定了做人的境界 财委说 两口子境界差别 咋就那么大呢 那没什么奇怪的 一个懂科学精神 一个不懂科学精神 对不对 我们举爱因斯坦的例子 同样在于 要问同学们 为什么 爱因斯坦发现了这样的结论 有了这样的定律 而且放置四海而皆准 难道这样的结论 与民主有什么关系吗 是投票的结果吗 是多数人决定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民主就等于科学 科学就等于民主 请问 国家的逻辑怎么自洽 就是怎么能够把它糊入圆了 你忽悠人也得 大概讲基本的形式逻辑吧 所以 科学等于民主 民主就科学 就那么成立 必须把它当作两件事 不是一件事 第三 再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一个坐轮椅的人 坐轮椅 是吧 人民大会堂演讲 哇 Steven Hawken 霍金 是吧 Steven Hawken 好多好多点钱 我采访李正道 李正道说这个问题 向人请教 我特别愿意 遇到这样的人 向人请教 我自己不懂的问题 我跟他们说 我把你霍金 他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人 我说是特牛的一个 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 跟他说 就是斯蒂芬霍金 然后李正道 哦 Steven Hawken Steven Hawken 关于宇宙常数 宇宙膨胀的一个系数 那个工作 还是有些价值的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就往下说了 李正道 怎么评价霍根 那另外一回说 但是Steven Hawken 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那样的追捧 是建立在 他已经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这个基础是这样的 更因为身残至尖 如果在中国的话 那就是邓古方组织 应该把他收编 所有人 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但是请问 Steven Hawken 那个关于宇宙膨胀 系数的理论 有多少人能懂 用投票的方式 能够不能够 一 发明这样的理论 二 证明这样的理论 能吗 所以我不准备多举证 仅此以上三例 足以说明 民主必然导致科学 科学必然导致民主 没有呢 民主 那就没有科学 这两个东西 这个说法呢 我们是需要继续证明的 到目前为止 跟他话句话 第三 有人说 民主代表那种高智商 因为大多数人呢 一个人可以是错的 两个人是可以错的 所有的人在一起 多数人 就不会是错的 或者错的就比较少 王小家最知道了 那请回答 你现在可以求助亲友团 给你一个机会 然后那傻小子说 是啊 我问一下 那你说 那红灯亮的时候 那到底是几秒钟 三秒 两秒 结果呢 求亲友团的结果是 亲友团 大多数人吧 很多很多人吧 也没有人知道 那人就交警知道 他说不清楚 你知道很短 但短是多短呢 零点几秒呢 而且路口不一样 你说是北京六路口呢 你还是说 长安街那个最西头 所以说民主体现了高智商 这种说法 我也是要华文浩 因为教授级的专家总是少数人 因为如果我得了癌症 要做手术的话 我本能告诉我 我求生的本能告诉我 你要让我们接到具合用投票的 最科学的方式决定 我用哪一种方式 上哪一种药物 是化疗 是打鸡血 还是发工 还是给我换器官 大家所有都不会同意的 我不相信 你们用那种方法 真的就能代表高智商 你们那个说的信誓旦旦的 几乎不用检验的民主的方法 在我看来 在治疗我癌症这个问题上 很可笑 有人会说 我治疗你癌症 那当然听大夫 但是我们说的是治国 可是我要问各位 治国难道比治司马南的癌症 更简单吗 投票的时候 尤其有人根本就没听明白 我们到底是投什么票 我曾经写过这样的短文 我对我们人大政协里面 一大堆唱歌跳舞的 别看我声音很大 我没有愤怒 我只是不理解 我只是担心他们多累 他们听得懂吗 他们有这个知识储备吗 他们有义政能力吗 他们投的一个票 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我不认为他们的智商有问题 他们试唱恋儿可以 但是听两院报告 听国家预算 这样的人 恶儿认为回到这个问题上 民主 他体现的是高智商 这样一个命题 我们需要重新来考虑 朋友 民主 是平等的 民主必然平等 只有民主才平等的 民主才平等的 民主才平等的 民主才平等的